抱歉 市長我們想請教就是大家蠻關注你兒子的這個事情 請教他當時你有跟他詢問整個過程 他有跟你如實來講 我跟你講我一個通盤做個說明好不好 這就是感慨家裡的事情 那首先我對各位趕快抱歉 就是兒子的事情啊 少許他那麼多紛擾 尤其對他服務的單位 立案要調查 這都是很耗費人力跟這個成本的 我真的深深表達愜意 不光是對於他單位 對我們造成紛擾的社會大關切的 真的是這樣萬分的愜意 那另外這案子因為服務單位我們也知道 已經做立案調查 我只跟我兒子講說 你不但要坦白做說明 而且更要坦誠做說明 不要試圖再緣 這是沒有 這是不好的 那他目前也要這個進度在做 我沒有去過問 尤其對他這個單位 沒有任何過問 因為我剛才講了 我們要蓋瓜承受 而且很坦誠的 錯了就要面對 不管痛苦也好 這絕對要承擔 但是絕對沒有任何怨對 所以將來他做一個什麼樣的決定 我們都坦誠接受 那另外我個人方面這幾天當了 是有點疲憊 所以那天28號中午 知道的狀況以後 經過一番折騰 我當天我有跟總統提出請辭 那他也當了未留 那這當中我也知道 我現在目前公務的門工作 跟這個一定要切割很清楚 因為一馬歸一馬 所以經過一番思考以後 29號上午春季 那時候已經真的很疲憊 所以請了半天的假 到了中午以後 大概正常運作 我也會照程序照走 那到目前為止 我跟各位 我可以保證 我公務方面 暫勤本務方面 不會有所疏忽 但大家放心不放心 我不能夠予以智慧 但我這幾天行程 一切都如常的 從29號下午以後 甚至於包含 週六週日 我一樣該要去的地方 我都去 該要開的會議 我一樣召開 對同仁的強化 哪邊暫勤本務的強化 我一樣做叮禮 可能還有很多區域方面 我也會一一來做一個排解 這是整個過程到目前為止 第二個 我還是要很感激 很多同仁 尤其用國防部同仁 都給我支柱 尤其 感謝我們各 階層 我副國單位 當包含總統 在副總統 肖大使 還有 以前 甚至於 前副院長 都打電話 都打電話 還有一些 我們軍中 老長官 應該要進的本務工作 應該要進的本務工作 來把他強化 我特別跟各位講 軍中 袍 同學 幾乎沒有 劍斷過 但他也很體諒我 沒有做太多干擾 我最有感動的是 以前 五十八年進軍校 老連長 都托人 要叫我 挺住 那我也 對這些老長官 尤其軍中袍責 以前 覆過團隊的同仁 長官 我就基於這個原因 我跟各位講 我絕對也會挺住 但事情的處理 一切秉公來處理 我沒有辦法 我也不會 去律過問 這是我們應該要接受的 孩子他受到的 他點了火 他一定要承受 但我跟各位報告 家人 也會做他的資助 因為畢竟他是我的孩子 這我們要承擔 也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我並不期望 大家有什麼 H5信心要幹了 我會做本務工作 還是跟大家保證 部長 都會擔心 這是涉及國安局的內鬥的狀況 我沒有這麼多聯想 事實上我這幾年 我有聽說 很多人講 有什麼 紛紛擾擾的 但我們 不這樣認為 而且現在已經在調查 我想各位的疑問 他也會一步一步來做一個釐清 但基本上來講的話 不會有什麼設定的 我不這樣認為 而是我個人 那其他的話 我只拜託講說 如果沒有很確認的話 任何的這個說法 可能會帶一些分操 但我覺得 我也不能勸各位 不要講 因為畢竟是個 只有發揮 你個人想法的一個社會 多元化社會 但我期望 就是說 一切依法來處理 按照正常運作的話 我想對案情 或對整個事態 會比較 這個大家能夠 都能夠接受 都能夠了解 從這方面發展 是 我想這個在他 服務單位 經過一個處理以後 他之後還會有一些安排 這安排也可能 做調整或如何 我都不會予過問 但這也是一個必然的 你想 不要講一個情報工作人員 就算一個 一個軍人 他絕對也不會 也不妥 讓大家知道 我是某人怎麼樣 我想 舉聯也會幫他做個考量 給他做一個適當的處理 部長 這是職業生啊 你說這個是有可能 是不是黨人財路 所以這些東西 才被丟出來 最起碼我在目前 我聽到我剛才講了 對 我們目前沒有任何 我不這樣認為 因為事實上 我跟這些都沒有接觸 那有人講說 沒有接觸 反正就要擋人 那我覺得 那這個邏輯 講不通了 因為我連案子都不知道 我總是去擋 所以我要特別跟大家 做這個說明 部長這個職業生涯 在官場這樣那麼久 會不會覺得 這事情好像重傷到 您自己的威信 我剛才講的 重傷不重傷 自己造成了 要蓋瓜成熟 把這人生的體會 雖然很痛苦 代價很大 但它是事實 我們要面對 所以我剛才問人講說 不管怎麼樣 火燒是痛的 但我不會幫他怎麼救火 因為你要蓋瓜成熟 但家人一定跟他站在一起 也畢竟他是我們的孩子 部長想問一下怎麼看說 這個新建國防部長的人 陳忠銘很蠻屬地 這個企業海國會主委 李仲偉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這一方面 因為還沒有任何跟我談過這個問題 我沒有任何設定 哪一個來 哪一個妥當不同 沒有好不好 這都是 覺得李仲偉如何 我以前都是在部隊裡人相處 在部裡人上 都很好的長官 我沒有什麼 沒有想說 如何是 什麼意思 我不了解 你覺得他能接下你的位子嗎 因為你在執政演習這樣 我都能接了 還有哪一個 不不不不 大家的才能各方面 經驗各方面 都是很豐厚的 我不做評論 好不好 我真的不知道 您的兒子是有暴退嗎 這個 沒有 他他現在其實我就想你配合 要很坦誠的面對 也不要發表你個人意見 好大不了 如果不會 好不好 是 抱歉 沒有他這個是一個 就已經排定了 我們利用這個時候 也要做一個說明 因為畢竟 將來是新任的總統 副總統 我們也有這個必要 也應該 要跟他做一個 在國防這一塊 不管是目前的狀況 未來的重點 要跟他做說明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真的很感謝各位 很感謝 謝謝 謝謝